大家好,我是默克生,这里是山东济南的大明湖,由于持续的低温,大明湖的湖面已经冰封,这个季节的大明湖给人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,令人惊喜的是,小野鸭还有一块区域没有冰冻,我们穿过这片竹林,来慢慢的欣赏一下冬日的大明湖。 天气虽然寒冷,但是周边还是有一些欢声笑语,而且阳光透着竹林,洒在我的脸上,让我感受到些许的温暖,同时我也被眼前的美景所争取,一边是绿意盎然,一边是枯黄的芦苇,在这个碧绿的竹亭演应下。 枯黄的芦苇,有一种别样的美。 冬天的大明湖就是这样子,但是呢,你像这种竹林啊,即便是在冬日啊,也显得这样郁郁葱葱,这感觉就非常不错。 湖面都结成冰了,大家看,这里的积雪还没有化,但是旁边的这些竹林啊,冬青啊,还是显得绿意盎然,很难得的。 这边也是,只要没有阳光的地方,这些积雪啊,还有冰啊,都没有化完。 在大明湖的东南岸,有一座超然楼,它始建于元代,是元代学士李炯的别墅,它曾授汉林院边缘关,是山东腾州人后祠关桥局济南。 因喜爱这里的山水,建了这座超然楼,在此庭里关河,品名淫湿,超然洒脱地度过了余生。 在超然楼里,博异会翠,木雕,铜雕,根雕栩栩如生。此楼四面开门,微风徐来,大有御风之感。 在此关湖,美色尽收盐底,所以超然楼也被称为江北第一楼。 这个我小时候经常玩的,啊,很有意思,特别有意思这个东西。 当地人管这个东西叫对拐,不知道你们那叫什么? 哇,看这冰冻冻河面。 这种景观是不是也美发了? 这就是济南的冬天。 是不是很有意思啊?冰面下面还有冰面。 嘎吱吱吱作响啊。 有一层冰啊,附着在枯河上面。 河下面的冰层相隔开来,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致。 冰封的大冰层。 湖面似近,却又给人烟波浩特的感觉。 屋檐上还有许多积雪。 上面的雕塑也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。 这个也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一种, 湯西。吹出鸟啊,各种动物。 嗯,很有意思的。 冬日里的一抹红色,很难得。 。 另外,我们到济南,一定要品尝一下济南当地的美食。 酒转大肠,四血丸子。 还有一些济南的老味道,大明湖,靶子肉。 这个东西啊,可以说风靡了几代人。 不过现在好像不多见了。 原先大街小巷都是它,绝对的主角。 我小的时候啊,经常,我是不吃啊。 但是看到我的朋友啊,同事啊,他们都吃, 比较喜欢吃的东西。 嗯,一般都是饱子肉米饭,特别小。 嗯,那么好,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 再见,朋友们。